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2021年最爽的剧 看完令人尝出一口气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来了 2021年12月的第一天 一部新剧上线开播 开播后剧情迅速展开 像坐高铁一样搜得一下窜了出去 着实让观众体验了一把跑起来追剧的感觉 跑慢了你都追不上 作为一部悬一剧 观众自然会脑洞大开猜测剧情走向 但镜头一转线索人物可能就领盒饭了 转眼又把高铁完成了过山车 如果排名近几年毫无尿点的剧 这部理应榜上有名 今天就和大家讨论一下这部剧和伏笔 洛阳城南市 公布侍郎次子正在这里吃涮语 那位伍思月保护郡主李禄在这里逛街 告密人临重 林烟妇女和追杀他们的神秘人在街上奔行 四伙人齐聚此地 而高炳竹正站在高处看着这一切 此时你就快上车 这趟高铁要开了 一方混战之后 告密人妇女死在了街上 追杀者为一个活口儿 当天夜里死在了大理寺牢房 线索全没了 这结果你猜到了吗 第二天一早 高炳竹听说那个活口儿死了 直接站出来认下杀人罪 剧情发展出一个新走向 钓鱼执法 而这才刚刚第一集 这趟高铁是真快 在高炳竹从大理寺被押往那位俯屠中 大理寺内奸忍不出手了 这本就是高炳竹在钓鱼 可惜他还没有问出什么 内奸就被人灭口了 无人压界地他只能逃跑 那位五四月奉圣人之命 调查告密人妇女一案 所有线索只剩下高炳竹一个 五四月对他下了通缉令 公布上书百里言的长子 早年间遭遇不幸 身边仅剩次子百里红毅 他命百里红毅迎娶柳氏妻娘为妻 以防自己百年之后 儿子无人照看 这段看似你追我赶的快节奏剧情 背后全是伏笔 儿子大喜之日 百里言被人杀死在房中 站在尸体旁边的高炳竹 身上又添一条人命 但很快被百里红毅破解 他并不是杀父仇人 这里要说一下百里红毅的二合一人设 百里红毅精通百宫之术 又是洛阳城著名的美食家 不通小人情 片中很多时候看出他的木讷 他不是一个被象牙塔 关久了不通人情的学霸 而是一个颇有才华的傻子 就像黄老邪身边的傻姑 武功绝顶 但确实是傻 不安事是这件事 正常人可以通过学习懂的 但百里红毅永远也学不会 他就是缺了这根筋 只是在另一方面才华匪人 百里言给百里红毅找的妻子柳七娘 是剧中一个重要人物 当线索在内府时 因为有了柳七娘的陪同 百里红毅才能方便进入 并且柳七娘本身也是个人物 柳七娘是柳家长家人的嫡女 和百里红毅青梅竹马 非她不嫁 柳家百代家绝 是真正的高门大户 作为嫡女的柳七娘 从小接受的教育 非普通人可比 知否李老祖母中毒 市长喜海市 偷偷派自己嫁状里的千里马 给夫君送信 才化解了后面的难关 似女明兰十几岁 就能制斗家里几个泼皮老妇 重拾掌家全 豪门贵女从小学习的 就是如何祝夫家和娘家 排除险祖 光耀门眉 柳氏正是一位这样的贵女 百里言去世以后 百里士族内部果然开始夺权 而百里红毅根本不明 百掌家全意味着什么 他爹生前跟说的话 他一句也没听进去 这时刚刚嫁进来半日的柳氏 脱下喜福操办丧事 一切井井有条 既没有硬碰闹事的书败足老 对于家仆的懈怠也听之认之 当五四月看到柳七娘亲自作家务时 都惊叹这个豪门贵女为何如此 但在圣人查百里士资产时 柳七娘挺身皆知 一句掌家习百里柳氏 替夫令赤上达盛厅 直接帮夫君定下掌家人身份 落子无悔 这句话一出掌家人就是百里红毅了 这个媳妇要是不娶 百里红毅连自身都难保 更别提提他爹报仇了 柳七娘通人请董辩通 和百里红毅在剧中互补 可以被看作一个人 有了柳氏 百里红毅才是完整的 办案不假科 高炳竹被人引去码头 杀掉蒙面人 以为自己报了仇 原来他追了这么久 是为了给五年前在路边仗义救人 却惨死的不良人兄弟报仇 五四月在了解了高炳竹的过往之后 对他产生了信任 这些看似没什么用的剧情 满满的都是铺垫 三人发现大家查到都是同一件事 为了不互相干扰 决定联手 从单人作战变成团战 此时故事已经渐渐明朗 高炳竹 百里红毅身上的丝绸 和五四月在追查告密人案件 是同一伙人 一切都指向了圣人大祭春秋道 谋反这个雌乎之欲出 剧情发展似乎又可以被猜得到了 但令人猜不到的是 这时所有人都亮出了底牌 明着玩了起来 郡主百生日宴 高炳竹趁机潜入柳氏府邸寻找线索 百里红毅和五四月在宴上 公然阻止柳香回府 鬼都看得出来他俩打的什么主意 但是就要这样明着玩 情报组织连方的主人公子楚 摘下面具亮出身份 东川王 这种敌我双方都知道在干嘛 谁是谁的斗法 真是太刺激了 好看程度再次升级 另外 这部剧的拍摄手法也十分有趣 很多镜头的视角不是为了画面好看 而是以一双眼睛的方式在看 镜头就像一个旁观者 有时候是坐在主演身边 有时候是站在场景里看着 没有令人觉得故弄玄虚的视角 只有亲身体验就在现场的感觉 观众就像跟着主演走进一个又一个场景 这部剧就是风起洛阳 一部像喝冰可乐一样过瘾的悬疑剧 看了就停不下来 风起洛阳的导演是李泽 目前还没有很多作品 在做导演之前 他曾经给冯小刚 张艺谋等导演担任过摄影师 前阵子他的另一部剧《君九龄》 意外触发了古装丑男这个话题 剧中男主的登场方式引起重意 据说金翰饰演的是一位非常帅气的男子 很难想象《君九龄》和风起洛阳 竟然是同一位导演拍的 金翰身边这位少年看起来也十分眼熟 再 风起洛阳里饰演白浪 演员原名蒋龙 前阵子有个喜剧作品 让不少人记住了蒋龙这个名字 看来李泽导演非常喜欢跟他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